我的房間被我兩位主人霸佔了 我兩位主人是誰? 我兩隻貓 他們霸佔了我的房間 快點說吧! 今天原本有三條影片 第一條是食玩 第二條是介紹我新買的東西 和私用一個產品的東西 但是我今天去拿貨 所以今天沒有很多部分 這條關於化妝品的東西 就變成說這條我感受的影片 其實我不明白 她是怎樣做的 整件事我承認都有不對 我不應該這麼遲 又不跟她說聲 但是我會說明我會遲 我會說明我會遲 但為什麼她要把我的貨品 去賣給其他人呢? 又不跟我說聲 我不會怪你 其實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已經入了數 雖然不是入足 但是我去到的時候 我打算加上尾數 但是呢 你竟然是因為我 遲了一個月 一個月 要把我的貨品賣給其他人 其實呢 我應該是去那個網店買的 但是因為呢 一些私人的原因呢 我不可以買 因為我被我媽媽 沒收了信用卡 所以呢 我買不到東西 好可憐啊 好可憐啊 沒得買東西了 好可憐啊 不想省啊 好了 先回整理 其實那個貨品呢 我不記得這麼久 我之前呢 我自己上網買 因為呢 我買的是 Jag Vista和Lime Crime 剛剛說的兩家是快的 他們真心做生意 他們不會說 遲很多 定多都是遲4-5天 不會遲很久的 星期之內一定會有貨 過來的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呢 我是去那裡買呢 我不是在StoreSkill和Lime買 我是托我一個朋友去買的 對 我朋友去買的 我那時候簽了什麼時候買 我一月份 新年的時候 一月份 一月份 買 竟然呢 要呢 說呢 三月 三月 看 二月尾 他說二月尾 才有貨 哇 為什麼遲這麼久啊 我覺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根本沒有買到 那時候我吹他的時候 他說貨還沒到 他才趕快去買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 我最不明白 為什麼他不跟我說聲 就把我的貨賣給人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上班 差點遲到 不過幸好上班 是不寫時間的 所以呢 我是轉燈等到 即是出兩天才寫時間的 所以呢 我上班時間呢 為什麼會準時呢 為什麼會早呢 其實我是不知道自己遲到 只是早的 我全部都會寫到自己 是那個時間上班 那個時候下班的 所以呢 我以後 都不會再買 不會再去他那裡買 但是會去其他地方那裡買 我希望呢 我下一間呢 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在這裡呢 我就不公開哪間 但我可以告訴我地址 我在追龍軒那裡的 如果大家都認同我的感受 我就說可以給我 like 和你們 一定要subscribe 我的channel 因為我是youtuber Kansaki 我可以 對 中文字幕——YK